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微软最新发布的这个Fair3小语言模型 它虽然叫小语言模型 这是因为它的文件呢 它的mini版只有2.4G 所以说呢它叫做小语言模型 它是开源的 可以在本地运行的 它虽然小 但它呢 就是按照微软自己的说法 它是功能最强大 最低成本效益的小语言模型 它的性能接近于GPT3.5 超过了Meta最新发布的Lama 3 它的medium版的就完全超越了GPT3.5 接近于GPT4.0的属性 OK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基准测试的情况 这是这个他们做的基准测试 这个这是Fair3的mini版 3.8B的模型 Fair3的small版 7B模型 Fair3的medium版 这个还是preview版的14B 你看它的得分情况来看 你看这是68.8 它相对Lama 3来说是全面超越了Lama 3 你看它后面随便找一个多数的项目都可以 都是超过了Lama 3的水平 多数的基准测试项目都超过了Lama 3 然后它的这个mini版呢 是比这个GPT3.5的得分要稍微低一点 就达不到GPT3.5的水平 但是你看它这个medium版呢 78.2 71.4 甚至这个small版的都已经全面超越了GPT3.5 medium呢 肯定更进一步超越了GPT3.5 我们今天呢 因为我的这个这台机器这台BG本 它是一个集成显卡 所以说我们今天会做测试的是 会下载的这个最小的这个Fair3的mini版 OK 它的性能呢 对比测试我们就看到这里 现在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刚才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Fair3是它的模型 这个模型的运行呢 还需要一个这个Ui界面 这里的这个LMStudio 就是Lama 它最初支持的就是Lama 3嘛 Lama 3的简单LMStudio 这个下载机制呢 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你需要的话到时候自己去取就好了 然后这个LMStudio呢 它就是一个Ui界面 这个Ui界面呢 它支持多种语言模型 它可以调用比方说这个Lama 3呢 Valcon啊等等 包括有答案也包括我们今天要做测试的Fair3 mini版 然后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软件它运行所需要的这个它推荐的这个硬件配置情况 如果你是苹果版呢 它支持这个M1M3在MacOS上13.6以后都是可以运行的 如果你是Windows或者Nex版呢 它需要你支持这个MX2 MX2简单来说就是你比较最近两年吧 最近两年三年比较新的电脑都应该是支持的 那它需要你16GB的16GB以上的内存 然后你需要6GB以上的虚拟内存 你最好有这个MD或者AMD的显卡 像我的是因为是一个AMD的集成显卡 我是用的AMD的CPU加AMD的集成显卡 它也能跑起来 它是确实比较慢一些 这个软件的大概有四百四百多兆 它的下载项目的是Windows 那我就点这里点这里就好了 点它 点了之后呢 它就开始在这里下载 因为我已经下载过呢 那我就不让它重复下载了 我把它停下来 看我以前的就行了 下载之后你得到的这个文件 我看一下 得到的文件就是这样一个文件 你看它大概有四百四十一兆 四百四十一兆 这是一个EXE可执行文件 你双击这个文件 它就开始安装了 我中间的没有多余的步骤 非常简单 当它安装完成之后呢 就直接进入了这个软件的这个界面 它进来的时候是在这个首页 是这样一个界面 这里呢 是一个首页是一个搜索界面 这下面呢是它 它也有好多模型 你像这个Lama3这个模型呢 8B模型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里下载了 它3因为是刚刚发布的 它没有在这里列出来 不过没有关系 像有些人呢 是你在这里搜索这个fe3就可以搜索到 但是我这里呢是搜索不到的 搜索不到怎么办呢 OK稍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里它是没有办法搜索到的 没有办法搜索到呢 我们就自己去下载 OK我们搜索一下 我们就搜索这个fe3download 你看这第一个结果就是点它 进来之后 这个huggingface这个网站呢 就像这个github差不多了 这就是托管这个 像github托管原代码 它这里托管的都是各大厂商发布的 开源的语言模型 大语言模型 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小语言模型 这是模型的简介 我就我们就不细看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 今天要下载的文件 要下载的文件呢 在这里已经列出了 它一共发布了两个 我们这里看到的 因为那个 那个medium版的那个模型呢 它是preview版没有发布的 它这里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两个预言模型 一个是这个Q4 就是它的medium版 这个就是它那个 再大一点的这个 7B的这个模型 我们这个是3.8B的 一共2.32G 我们点这个文件下载 点这个文件之后呢 再点这里的download 它就开始下载了 我们点它 看这里它已经开始下载了 OK我们之前下载过了 我这里就先把它停下来了 你下载之后呢 就会得到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我们把它放在我们这个 没有放在这边 刚才放哪里去了呢 放这里了 嗯 它这个lmstudio这个软件呢 它要求你 它可以指定路径指定到 remodels这个路径下面 然后它要求你第一是 第一层文件以外是厂商 这个fair3是Microsoft 所以说我们就建个Microsoft的文件以外 然后它第二层叫的这个repository 你就找它原样抄过来 嗯 建个文件夹 然后把它的模型放在这个位置 这就是刚刚我们下载了 2.2G的文件 OK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文件夹呀 文件夹这里就是你模型的 放模型的文件夹 它默认不在这个文件夹的 所以说你是 嗯 需要 你如果是换了位置 比方说我的锡盘空间不够 我放D盘了 我可能要改一下它这个位置 你比方说我把它改一个路径 改到 改到 改到我的这个 改到这个models下面 然后选择 选择之后呢 你看它就会列出来我当前 已经下载的这个模型 fair3模型 它已经列出来 再回到回到这里 看一下这个chat 这里有个select model to load 我们点这里 这里就列出来了一个fair3 mini4k的Q4的一个模型 我们点它 它就正在加载 稍等一下啊 加载 再看你 就算你像我的电脑 加载是比较慢的 配置比较低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我之前问它的一些问题 我上来就先问它一个问题 我先用英文问它 就是Huaio 然后它就巴拉巴拉一大堆 你看这里 这里出来的这些东西 有点混乱 它有些控制格式的东西呢 它没有进行转换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默认它选的是这个plane text 这个是markdown的格式 我们把它改成这个markdown 这样呢 你看我后面再问它的时候 它这里就有一个很好的格式控制了 这个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你再往下看 你看我问它问题啊 我问你问它5加4等于多少 它就得出来是9 我问它这个你能够说中文吗 然后它就说当然可以 就说明这么小一个模型啊 2.2G的模型 还能够说中文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然后我让它介绍一下深圳 它就巴拉巴拉搞了一堆啊 你看这么小一个模型 随便问它什么问题 它都 它都一来一堆东西 接近于GPT3.5的水平 真的是非常厉害 微软的这个小语言模型 非常棒非常厉害 OK 它现在已经加载完成了 你看这个模型 现在已经加载完成了 它这个内存占用大概是4.07G 现在因为我没有问它问题 所以它CPU占用是0 然后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下边 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设一下它的GPU 这个GPU 使用GPU的这个程度 你越往右使用的越多 如果你GPU够好 你的显卡够好的话 你就往右边点一点 显卡不够好的话 你就往左边点一点 或者就是它默认是在8这个位置 你可以像我现在给它选到了16个位置 OK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 问它一个问题吧 它这个是支持中文的啊 支持中文的 这个小毛巾还是支持中文的 我们现在问它一个问题 正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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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慢 如果单开着一个软件的话 单开着一个模型 其他程序都关掉 速度比这要快得多 现在一旦开了这个 出来了 结果出来了 你看它 你看它 它这个出的速度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电脑飞机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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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这个结果竟然是错的 你可以点那个regenerate 他就会重新生成 这个时候结果又变成正确的 我们再问他一个新的问题 我们问他一个新的问题看一下 转圈圈 这个模型如果有个4090显卡的话 应该还是相当不错的 可以在本地无限调用 像说去编程啊 你很多很多方法 应该他都可以快速给你搞定 发现什么问题 他也可以帮你 应该说以我以往的经验呢 大概有60%的问题都可以直接解决 还有一些问题呢 他可能会给你一些思路 还剩下一些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可能要想一些其他的办法才行 总之是我是觉得这个人工智能 对编程啊 或者对日常生活啊 都会有蛮多帮助 你像我今天遇到这个 Word表格编辑的时候 一个表他 你改一下他的样式 另外一个表他会联动 我问了一下人工智能啊 快速就给出了结果 我按照他的方法 当时用的是Copilot Copilot还是比较好的 尤其是对微软出的东西嘛 他对于自家的软件呢 就懂得比较多 因为他用了自己的帮助 用了自己的知识库进行了训练 所以说微软自家的软件 微软自家的编程语言 你去问那个Copilot的时候 他输出的结果就相当的好 相比比方说谷歌的这个Gamini呢 他要比在这方面 至少在这方面 他是比Gamini要强得多的 微软现在的市值呢 那么高超出了苹果 这也是有这个人工智能 他占到了潮头 占到了最有力的位置 真的是对他有蛮大影响的 OK你看现在这个IPv6的正代表达尺 他已经给出来了 这是一个编程上用的一个 你要自己去写这个正代表达尺 是相当的麻烦 你去查呀测试都相当的麻烦 但是他现在就直接给出了一个结果 人工智能对于你经常遇到的问题 或者别人在网上 已经仿佛出现的一些问题 他给出的结果的质量就非常好 如果不是反复出现 不是常见的问题 他的结果就比较差 因为他的知识库呢 应该也说也是基于网上 或者说某些 某些大家常用的网站的里面的数据 进行的训练 OK这是火起IPv6地址的正代表达尺 他的结果已经给出来了 我觉得相当的好 虽然没有去测试 他不一定完全符合我的预期 但是他至少是部分符合了预期 没有测试验证 应该这个还是可以用的 但是我估计他对某一些特殊情况 还可能会存在一点点问题 需要去验证才能够最终确定 OK今天就到这里 这已经跑起来了 你们有兴趣的话 在你的电脑上要跑起来吗 看看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面提出来 你们得到什么好的效果 也可以反馈一下 我要看看你们的电脑配置能得到什么样的效果 这样我会去选一个合适的电脑 感谢各位的观看 方便的话点一个关注 点一个小红星 谢谢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